登上! rm HELLO 大家好,這裡是小虎將,我是測山小虎叔 歡迎大家收看 comigo,我是視頻 相信大家我對於今天要猜的什麼東西都非常了解吧 超辮戰神士 我說他是大黃蜂 你們姓嗎? 所以今天開箱的東西就是這什麼東西 哦哦,它其实我们经常接触的变形金刚玩具呢,主要是大黄蜂,还有秦天柱,那之前我已经有弄过秦天柱的一个变形的一个小事了,今天我们就来拆一下大黄蜂吧,Let's go! 大黄蜂是有很多朋友们心中最喜欢的,比较喜欢的一个变形金刚里面的一个人物,它有点可爱,有点呆呆萌萌的,然后它心中充满了正义,哎呦,我去。 好,现在让我们来拆开它吧。 变形金刚的英文叫什么,我来考考你。 是不是叫劝取柔博。 好啦,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终于把它拆下来了。 嘿,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心爱的小黄蜂。 咱们心爱的大黄蜂。 大黄蜂同学,一如既往的帅啊。 哇,他的雷鱼也就很重。 现在我们来把它拆下来。 登登登登登,我们的变形金刚已经拆卸完毕了。 然后,现在我们把它拿出来。 光光光光光,呼叫大黄蜂。 呀,大黄蜂终于出现了。 现在,让我们来换个持久。 看一下,这是一只比较内向的害羞的大黄蜂。 兄弟,请你拍皮一点好吗? 来看一下哦。 所有的做工都还好,但是就是有点担保。 然后他这个腿啊,有点晃。 可能需要把它的螺丝再拧紧一下。 哦,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,它有什么。 大黄蜂还有配跟它的,它的一个冲锋枪。 然后呢,我们看一下机器人完成图。 好像,好像是在那边住的。 。 这么简单的吗? 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有那么简单。 旋转。 旋转车体。 。 经过仔细认真地观察了一下说明书。 我发现它的说明书并不是非常的准致。 其实它只需要把这个, 脚往下,往里面用力一摁, 就完事了。 然后它就是它的一个轮胎的位置。 轮胎的位置已经到达, 然后它们还可能还需要一点点小小的一点点的, 一点点融合。 。 哦,太棒了。 接下来,就是我们把大黄蜂, 塞进去的时候。 我们的前手要怎么塞进去呢? 经过我们仔细认真的研究, 我发现我们不会。 好, 我们变出了一个很神奇的, 自己都不认识的一个变形金刚。 不过我想, 应该已经快成功了。 我们在把脚放进来的时候, 我们需要先把, 先把后面的这个后盖, 就是它的车子一纸板, 我们应该先把它叠加好。 然后再把我们的轮胎放进来。 现在呢, 欧了。 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? 最关键的一步到了。 最关键的一步到了。 我们的车门是否能够正常的关闭。 稍等一下。 好了, 最后我们拼出了一个车门开启的一个打工。 简单的说呢, 可能是并不完善的完成品。 这也跟它这个国厂玩具的一个, 盗版玩具的一个质量有很大的关系。 呃, 我怕再用力的话, 就是把它给掰折了。 所以今天我们的拆箱活动就到这里吧。 好好, 这是一个并不妙面的拆箱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拜拜。 。 拜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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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